小时候,只要听到窗外爸爸的脚步声,我就会去拿拖鞋,切壶茶。 爸爸回家后,一双鞋,一杯茶,那杯茶就是六宝茶。 我是郭俊邦,我曾祖父从广东移民到马来西亚。 从小我们就喝六宝茶,六宝茶是我们故乡的味道。 最近我看到一本有关六宝茶的书,希望可以找到作者彭清忠老师,向他了解有关六宝茶的文化。 这里就是当时我命名的茶船古道的一个历史资料。 一个是六宝,这里的河口街。 所有的六宝茶都从这里出发,经过这个山川的小的西,就到了广东了,十三行。 那边的话就是澳门和香港,直到你们马来西亚那边了。 马来西亚两广人喝六宝茶比较多,因为我们那边天气很热,所以这个六宝茶刚好可以结束。 矿工的双脚就泡在水里,上半身晒着太阳,挺辛苦的。 这些矿工他们必须要老板提供这个六宝茶,他们才要去上班,这是旧名茶。 11月10日天晴,又一次踏上这片土地,倍感亲切。 五州市的旗楼和马来西亚的建筑风格很像。 倉务县的河口码头和一宝旧时的码头很像。 这里就是最早的河口码头了,这是茶船古道的起点,以前上面都是一排的商铺。 这边这个图就是马来西亚,我们华工在那里喝六宝茶的一个场景。 记得小时候我帮我爸到茶楼去,也是喝六宝茶的。 那我们吃茶去? 好,走。 这个六宝茶运很够,我们马来西亚喝六宝茶以成为家,就是越成越好。 我记得那个时候,我们国家有很多中国进口的东西。 对,我们的六宝茶传统的销区都是港澳和东南亚,但是改革开放之后,整个六宝茶的销售面就拓宽了。 已经销往了日本、欧美那个地区也有销售。 背景离乡,漂泊在外,诸多不易。 只要喝到一杯故乡的六宝茶,就犹如内心昇华的一种归宿感。 来,来,好。 喝得起来,好。 这边就靠我靠我靠我,靠我,靠我,水乳。 对啊,对啊。 我们来都是,都我们的。 对啊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